斩雄飞领着郭章从洞里边出来 拐弯抹角来到武艺厅 南侠一看这地方修的是真漂亮 中间挂着块横扁 几个泥筋大字 武艺厅 在这名著上 他挂着一幅对联 上一连写的是 公静年长远 下一连配的是 方张庆平堂 你拿着上一连再说 公是什么 卢方卢则公 翻的公字 韩张韩则静 徐庆徐则年 蒋平蒋则长 白玉堂叫白泽远 所以呢 就叫公静年长远 这下面这边是方张庆平堂 卢方 韩张 徐庆 蒋平 白玉堂 取这几个道 展南侠 展南侠再往两旁观看 站着几十名标行大汉 一个个 一个个拍一刀悬剑 摞胳膊 网袖子 胸揪揪 气 昂昂 站立两堂 等他们迈步进了屋了 白玉堂 刘青 都揭出了 您要看外表 一点不像是仇敌 好像多年没见面的好朋友 就见白玉堂 满面春风 躬身实礼 展老爷 实境实境 我这儿有朋友 没把您请的武艺厅 多有慢弹 展老爷 您海寒 我这儿请罪了 人面授心的东西 你少来这套 我问你 你抢那个女人 你放到什么地方 你还不交出来 等待和审 这玩意指着鼻子 戳着脸 男侠子没说 谁受得了 但是白玉堂 一不慌 二不忙 展老爷 您先消消气 我抢男也好 大女也好 请问 证据何在 你还问证据 你还敢不承认吗 老人家 您跟他对策 这郭章啊 鼓了鼓劲 过来 我姑娘 让你们给抢来了 女儿 白玉堂 看看这个老者 穿衣打扮 是个普通人 老人家 别害怕 别哭 您把事情的经过 跟我说说 怎么回事 我跟这位展老爷都说了 我祖居在镇江府 我老伴早没了 我就守着我姑娘 叫郭正教 我把我姑娘 许配给外地人了 年底结婚 我这是送我女儿 找我姑娘去 顾了支船 就走到悬空岛 被一个人呢 给拦住了 东西给抢去 还不说 把我姑娘也给抢走了 非要叫我女儿 成亲不可 你说这不是 别人吗 到了现在 也不知道 我姑娘是福是活 还把我压在 那山洞里头 姑娘啊 把玉堂也给愣了 老人家 那么谁抢的你姑娘 你记得住吗 记得住 白玉堂 可这一句话不要 刘青文听 拽出三叉鬼头刀 奔过来 奔白玉堂就是一刀 仗着白玉堂 腰眼灵活 斗身行蹭 往旁边一踪 这刀没砍上 刘大哥 你先等会儿看行不行 白玉堂啊 我叫你欺骗我 这有人正等你 你怀疑何说 白玉堂是大哥 他这么办 您等我再问几句 确实是我抢的 您再砍我 老丈 您认得不认得白玉堂 认得 见过他 怎么没见过他抢的我姑娘 要那么的就好了 您看见没 跟您说话这个人就是我 就是白玉堂 是我抢的你女儿 那我 郭章愣了 上一眼 下一眼 看看 最后把脑袋一捕了 不是你 那白玉堂比你长得黑 比你个儿大 比你还胖 不是你 老丈 我可就是白玉堂啊 要那么说 那个人可不是 他是不是我不管 他自己自称他是白玉堂 他说是这个岛子上的头 嗯 好了 柳大哥 咱老爷 你们听明白没有 可不是我 虽然不是我 肯定是悬空岛的人 有人冒名禀屁 干了这个坏事 你们先别着急 容我把此事 调查清楚 该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咱们再说 怎么样 大家一致同意 白玉堂也气坏 心里说话 什么人 胆大包天 天包胆啊 冒我的名字 干这种坏事 这不是埋态人吗 哪怕你杀了人了 犯了火了 冒我的名字 我也替你称单 唯独 这种埋态事 这种缺德事 我是绝不能替你承担的 我要把你找出来 碎尸万乱 白玉堂那人够短狠 这才分不一声 那样 点鼓即合 这一说点鼓即合 白府传起话去 在五一坪左右 有十六面大鼓 这鼓啊太大 四个人挑 平常有紧急的事情 雷动这个鼓和集合 整个岛子都能听得见 就听见鼓响如同暴动 离着近了都震行 时间不大 悬空岛的渔户 凡是在这吃饭的 全都到了五一坪这个院子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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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越南门附近 白玉堂背着手 在台阶上站着 白福站在台阶下头 柳青 展览侠和告状的郭章 都站在旁边看热闹 白玉堂看看 白福啊 在 你看看人来起没有 我看看啊 差不多了吧 也就这么多人吧 除了有重病的 大概都到了 白武也点了点头 呵呵 说不话 今天把大家请来 耽误大家的休息 为什么要找你们 咱们徐通岛 出了件特殊的事 有一个人 冒名鼎听 他报我的名字 抢了一个女孩子 看 就是这位老者的女儿 她姓郭 叫郭章 她这个女孩子 叫郭正娇 同时 还把人家的好东西 过门的娘家陪送 都给抢去了 谁干的 谁干的 你们当中谁干的 别害怕 自暴奋勇 出来认罪 我可以从轻洒落 如果你不出来 等我调查明白了 最佳三等 谁干的 出来 哪一个 白玉她是连问了三遍 无人答言 你别看无人答言 这些人在下头 焦头截耳 议论纷纷 谁 谁 你说谁 怎么这么缺德 敢冒五元来的名字 这不作识吗 哎 我说是你干的 去你妈的才你干的 我敢吗 白玉她一看没人报名 火上来 哼 好啊 我听说了 最近由于我们哥五个 闹点不合 有一些人趁虚捣乱 打算立这机会 干些坏事 发个横财 我早就有心整顿 玄冲岛 始终没腾出手了 你们这叫蹬鼻子上脸呢 我就借此机会 好好整顿整顿 我的岛柜 白婆 怎么办吧 挨个的给我走 不管是谁 这事调查不清楚 我全把你们打了 白狐说对 五爷您说的太对了 白玉堂说这么办 从头开始走 白狐 你是头 先走一 啊 白狐一咧嘴 我惹谁了 我呀 白玉堂说的出来 干的出来 贺令一声 让掌平的过来 把白狐按在地下 裤子给吞下去 这就打开了 白玉堂多的说不打 多的得住手 要不严育 那一个劲儿走 打死勿出去 啪 啪 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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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啪 三打两打 白狐受不了 原位爷别打了 原位爷别打了 我说了 你说他这么一说话 把白玉堂都闹了吗 白狐也一白手 不打了 心里纳闷 呦 白狐干的这事 你小子这胆可真不小 你背着我 好小子 他拉过来 白狐刺牙咧嘴过来 哎呦 原位爷 白狐 是你抢的这女人 不不不不不 我绝不能做这伤天害理的事 但是原位爷 这事我知道 嗯 那你说 谁干的这种事 哎 那我不敢说 白狐唐温婷就一愣 蹦过去给白狐两个嘴巴 你当着我的面 你不敢说 谁 哎呦 我说 要不也您可别生气啊 是您的亲表兄 狐猎 干的这事 白狐唐气得好像没坐着 那么说 怎么回事 白狐唐有两个亲表哥 一个叫胡琴 一个叫胡烈 最近从浙江金华府找到悬空岛 两个人也是大鱼的出身 水性相当好 手底下还会点五个钞 就让这白狐唐啊 给安排一个活 你看看怎么的都行 你看在那个年代 世亲三分相 表哥求求名下了 白狐也能不管吗 好吧 就要把这胡其胡烈 安排到船上 两个人分别担任小头目 每个人都管着一百多条船 但是白狐唐嘱咐了 说咱们虽然是亲戚 吃饭可以 你们得奉公守法 如果在悬空岛上胡来 那可不行 你们好好背背 我们悬空岛的规矩 要违背了一条 轻则挨打 重则就杀头 胡其胡烈 也就点头答应了 说这话呀 是一个月以前的事 谁知道他们捅了娄子 今天白狐在这一说 胡烈干的 哎呦 把白狐唐可气坏了 心说话 表哥 你真够意思 你真对得起我 望我脸上抹黑 埋起我白狐唐啊 这要传出去 说我包皮亲属 纵容他犯法 白狐唐的脸都气轻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哎呦 五爷你原谅 他是您表哥 我敢说吗 我怕对您脸上 也不好笑 呸 白狐你等着 没事我再找你做那 胡烈来没来 胡烈 叫了半天没人答应 你看胡烈没来 胡烈来的 胡烈在人群里的一听 吓得直冒白猫汗 哎呀 心说话 我这兄弟可捅了娄子了 可要了命了 一会我得给他提提 求求情啊 估计 我这表弟非处分他不可 他干着急 没敢言 白狐唐看完了 没来呀 白狐 站 拧几个人 把他给我抓的 是 白福带着几个人一缺一点 离开午一听 去找狐猎 一边走着 白福一边骂 骂着嘞 心里说话早有人向我报告了 干这种埋的事 哎呀 我一想这些日子午夜心情不好 我就没敢说 谁知道这事还犯了 哎呀 倒霉真倒霉 你说我爱这十几下冤不冤 找谁诉苦去 他妈狐猎 我跟你完不了 白福一边走 一边报委屈 这狐猎啊 没娶媳妇 一个人住着三间房 因为是白玉堂的亲戚嘛 特出幽带 还有个小院 离开午一听不到二厘地 就到了 白福到时候 让几个人埋伏到大门左右 他过来扣打门 完 叭叭 开门 开门 这狐猎 正在屋呢 那个时候他干什么呢 他也有点害怕 因为他喝了 因为他喝了点酒 今天该他值班巡逻 他自己架着一支船出去了 正好碰上郭章和郭正娇 借着酒 他就做出这犯法的事来 一开始他想抢点东西 弄点外快 结果发现这郭正娇 唱得挺好 他一想我挺大个子 还没娶媳妇 如果这姑娘要乐意 我是不是就成家立业了 可跟姑娘一商议 人家不同意 他有心说他叫忽略 谁知道他是谁 所以呢 他就报白玉堂的名字 那一次您听听 我就是白玉堂 等生你做熟饭了 再说实话 要说这组人就是混蛋 把人家妇女俩抓住了 把老头 搁到通天恐别死猫 把这姑娘 就弄到他家来了 没有不凑风的墙啊 这么个大事 脑子上能没有人知道吗 所以有人就告诉白玉堂了 他呀 把这姑娘弄到屋里 所的礼物 开始就劝 这姑娘就是哭 说什么也不答应 他劝不行又吓唬 吓唬姑娘也不从 他一看没辙了 也不敢动屋 在外屋里都想办法 不管怎么说 这小子还没敢做出太越伪的事儿里 有心后悔吧 这姑娘放了 又想不了不得 这怎么放了 他再告状怎么办 哎呀 两手捧刺尾一样 进退两难 正发愁的时候 听见鼓响 他心里就一蹦 紧紧集合呀 是不是我这官司犯了 是不是我兄弟知道这事儿了 他是一神几鬼 正在屋里他害怕呢 拜他叫门 他更害怕了 仗着胆子答应一声 哎呦 谁呀 我 我说胡同 拍个门开个没 有急事儿 什么事儿啊 哎呀 你快到五一厅去一趟了 原来也请大伙集合 今天分赏啊 分什么赏 哎 午夜高兴 今儿不受担之日吗 每人都给爽想 我们都领了 就你没领 听说你是亲戚 给的你还多呢 快去吧 是啊 这胡烈一听 哎 当真的了 哎 管怎么的 我先把这钱领回来再说 哎 好 来个 来个 穿上鞋子下了地了 把门开开到院里了 把院里门开开 刚往里一探头 外边都埋伏好了 白服啊 如今的拳头 罩到脖子上 砰就一拳 这一下把胡烈打得 刚一声摔倒在地 还没等他明白过来 几个人挖上一种 拧胳膊给捆上来 哎 你们干什么 白服说 干什么 你自己做的事 你自己亲口 搜 到屋里的门开开 发现郭增交 把绳解开 姑娘一开始害怕 后来一听说解救 这才发了心 哭哭哭啼啼啼 跟着白服 赶奔无一听 这一进院子 谁都看见了 忽略那脸啊 跟白纸一样 浑身上下支堕骚 带到白武爷面前 白服赶紧回话 原来我回来了 果然是他干的 这女人我们也带来了 郭章这老头一看女儿来了 丫头哎 孩子你受苦了 爹 爷俩抱头痛苦 说这种事情 最激起人的激愤 太气人了 院里的人一看 个个擦拳魔掌 牙根都压定 白月堂看完了 把狐猎戴在眼前 表哥 这事是你干的 兄弟 是哥哥我干的 哈哈哈哈 是谁让你干的 没人让我干 我自己想这么干的 不对吗 是我主使你干的 是我想叫你给我找个压寨夫人 不不不 没有那事 是我自己要干的 咱老爷 柳德哥 你们听明白没 跟我毫无关系 对不对 大伙一听 确实这么个事 表哥 你干了这种事 知道你犯什么罪 我错了 兄弟 下回 我永远不敢 什么 下回 完了 白月堂说这话 你伸手是拽单刀 好吗 停 我没想到 好吗 好吗 对